法國在D組第二輪 藉著23歲麥巴比 梅開二道 險勝丹麥2比1 提早出線16強 追平了不少球王和名宿的成就 繼首將對澳洲 麥巴比遇上實力比較強的丹麥 依然輕鬆 施直左翼的他 今將更多時候 在中路發難 他的爆炸力 令到丹麥後衛防不升防 麥巴比下半場才見真章 往往引來至少兩個人防禦 令到法國隊友有更多空位發揮 開記錄一球 牽制兩名丹麥球員 等迪奧柯南迪斯港道配合 再自行走位接應 再次面對兩人防守下 射成1比0 雖然丹麥無奈就板平 但麥巴比就在原場前 接應機三人的斜拳 奠定勝局 對丹麥一戰幾經四座 就好像新球王正在等登位 麥巴比梅開二道後 國家隊射入了31球 追平斯丹 並列法國隊上入球榜第7位 而7個世界杯入球 又超越了法國民宿亨利